中非两国在南海主权争议水域的冲突再升级 中国海警船17号在南中国海仁爱交水域 第一次对菲律宾海军补给船只进行登林检查 结果双方爆发冲突 造成非国海军人员受伤 根据最新曝光的画面 菲律宾军方指控中方 不仅夺走多支M4步枪 导航设备和其他补给品 还造成多名海军人员受伤 其中一人更在冲突中失去右手拇指 抨击中国海警的行径如同海盗 要求中国归还步枪和设备以及赔偿损失 不过中国外交部强调 中方海警旨在拦阻菲律宾船只非法运捕 并没有对相关人员直接采取措施 重申非方运捕的并不是生活物资 而是偷运建筑材料 企图长期侵占人爱交 因此敦促菲律宾马上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北京将继续依法坚决维护自身的主权权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